今天继续上部影片关于Master the Game的重点整理 接着来到了第四步 了解投资的费用 记住,在你准备投入到任何的投资计划之前 投资费用是你一开始最应该注意的地方 这些费用乍看之下可能只是小小的巴仙率 许多人可能根本不会留意 但是如果经过长远的计算 这些费用很可能会吞噬掉你大部分的未来收益 Tony Robbins在书中用了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解释了这种现象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 有个人来找你谈生意 他说有个投资机会,想问问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 投资的内容是这样的 你必须投入100%的资金 承担100%的风险 如果自笔投资赚了钱 他要拿走利润的60%作为他个人的管理费 但是如果自笔投资失败的话 你就必须亏钱 而且你还是得一样的付他管理费 这种条件的投资机会你会接受吗? 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大声的拒绝吧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你投资在一些金融机构的主动型基金 例如一些银行的Unitrust 或者类似的Investment Fund 就是那种每年你必须交付一些管理费用 然后让银行或金融机构里面的经理来帮助你投资的形式 如果你有类似的投资的话 那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同意了刚刚我们所说的投资内容 很多人因为不懂得投资 于是就把辛苦赚到的钱交给这些金融机构 每年交付一些管理费用 让他们帮助自己投资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 这些每年付出的管理费相当于未来潜在的收益的60% 甚至更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投资大师John Brogger在书中做出了解释 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算账 而且这些费用很多都是隐秘的 如果没有认真的计算的话 这些看起来就只是每年几个percent的管理费用而已 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可以透过下面的例子来作为说明 假设你20岁的时候一次性投资了1万美金 每年的投资收益率是7% 这笔钱一直没有被拿出来 一路投资到你80岁 中间经过了60年的成长 根据每年7%的负利成长之下 那原本投资的1万美元就会增值到574464美元 然而如果你所投资的项目每年需要付出2.5%的管理费用的话 结果就会大不相同 经过了同样的60年 你原本投资的1万美元只能增值到14万0274美元 两只之间相差了434,190美元 足足是77%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每一年这些基金经理都会从你的资金当中收起管理费用 当做他们的报酬 无论你在那一年有没有赚到钱 你还是得必须每年交付管理费用 那就像是蚊子吸血那样 你的资金正在慢慢的被吸干 换句话说 你付出了资金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最后你付给那些主动管理型基金的管理费用居然是你潜在收益的77% 所以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乍看之下很小的费用 因为这些管理费用在未来将会侵蚀掉你很大一部分的资金 接着我们来到了下一步 不要试图打败市场 这是关于选择投资的方向 当你储蓄到一个数目 拥有了可以投资的资金 那接下来要思考的方向就是该把钱投资到哪里 书中大部分的售房子一直给出的答案就是 指数型基金或者是指数型ETF 但是在介绍指数型ETF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股票指数 简单来说 股票指数就是从所有的上市公司中 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组股票 然后计算出这组股票的价格平均数 比如说美国最有名的股票指数就是S&P500 这个指数包含了美国上市的500间最顶尖的公司 主要的成分股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苹果 Google 亚马逊等等 所以这也可以拿来当作美国经济的走势指标 S&P500每天会评估所有500支成分股的股价表现 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计算出最新的价格 而这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市场指数 我们晚上听到新闻报道说股市上涨了或者下跌了 说的就是这些指数上涨了多少点或者下跌了多少点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指数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KLSE 新加坡的STI 或者是香港的恒生指数等等 而指数型基金或是ETF属于被动型的基金 它们成立的目的就是复制整个市场 比如说专门追踪S&P500的ETF 就有SPY和VOO 这种指数型ETF会把投资者的钱按照比例 投入到美国最顶尖的500间公司 换句话说 当你购买了一份指数型基金 你就等于同时投资了这500家在美国上市的最强大的公司 投资这种ETF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分散投资 避免单独选股的风险 并且让你的资金伴随着整个美国经济成长 而且投资这种指数型基金的费用非常的低 可以避免未来的收益被侵蚀的风险 书中全部的受访者都认同 从长期来看经济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过去100年美国的经济一直都在攀升 即使是遇到了经济衰退 或者是大萧条 甚至是世界大战 他们也一直能够找到办法来增加价值 增长业务 提高收入 大家可以看看过去90年的记录 S&P500都是一路往上成长的 所以我们投资追踪市场的ETF 长期来说是一个合理的投资选择 很多人都认为选择一些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会比指数型基金来得更好 让专业人士来帮我们投资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获利吧 但现实往往是另外一回事 金融行业研究专家罗伯特·阿洛特 他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业绩排名前200 而且管理基金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主动管理型基金 结果令人震惊 从1984年到1998年 一共15年里面 200个基金经理只有8个人战胜了S&P500之数 许多资料都显示了96%的管理型基金始终都未能跑赢市场 而且每一年无论你是赚钱还是亏钱 这些管理型基金都会收取你固定的管理费用 扣除掉费用之后的净收益 你就会知道在长期投资的时间里面 这些管理型基金几乎没有可能战胜指数型基金 就连股神巴菲特也是指数型基金的支持者 他说大多数人应该购买低手续费的指数型基金 长期定期投资 他在2013年给股东的信就透露过 当他去世之后 他留给妻子的钱只能投资指数型基金 这样可以让成本最小化 让潜在的收益最大化 巴菲特非常确定 即使是专业的选股子 长期来看也是不能战胜市场的 甚至巴菲特在2008年的时候 就以复制S&P500的指数型基金 和一间避险基金投资公司 打赌了一个100万美元的赌注 他们打赌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间投资公司挑选了5只最顶尖的对冲基金 他们打赌在这10年里面 这5只被千挑万选出来的顶尖基金 能不能跑赢巴菲特挑选的S&P500 指数型基金 转眼到了2017年 最后的赌局的结果是 巴菲特大获全胜 5只被专家挑选出来的顶尖基金 都没能跑赢S&P500 结果也被公布在2017年 巴菲特给股东的信当中 书中大部分的投资明星都一致的推荐 一般投资者应该把资金投入到这些ETF上面 因为长期来说整个市场都是向上的 只要坚持的长期投资 不需要特别强求自己去打败市场 买入这些指数型基金 平静的跟随整个市场去成长 那你就可以在未来轻松的达到财务自由 就连基金致富John Borgler在书中也说了 一般的民众只需要购买一只低成本的指数基金 让它占到你所有资产的一定比例 这就是最好的投资方式了 保持被动的投资 持有市场上所有的股票 你就可以打败96%所谓的投资专家的基金经理 这样做你就可以完全解脱了 再也不用费心费力的选择股票 也不用盲目的把钱投入到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这样的投资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有点违反直觉 但长期成功的秘诀就是什么也不要做 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 记住不要去战胜市场而要成为市场 这样你就会站在胜利子的一边 跟随着市场一起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前进 接着我们来到了资产配值 书中所有明星投资者都认为 资产配值是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简单来说 资产配值就是将你的资金分散投资 分别投入到不同种类的资产 比如说股票 债券 大众商品 以及房地产等等 把钱分散到不同的投资项目上面 长期而言能够减少你的投资风险 同时提高你的潜在收益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此 Tony Robbins在书中也说了他朋友的故事 他的一位朋友非常看好苹果公司 一提到苹果公司就非常的兴奋激动 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苹果公司这一支股票上 曾有一段时间苹果公司的股票成绩一直都很好 但是就在他朋友买入几个星期后的 因为一些市场上的坏消息 苹果股价突然暴跌了40%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30多岁了原本在一家电视台做高官 但他辞职卖掉洛杉矶的房子 那时正好是房地产市场大牛市的最高点 他赚了很多钱 并用自笔钱在自己的家乡开了一家小餐馆 然后他把剩下的钱都投入到高风险的股票和垃圾债券上 他认为这些债券的利息足够支撑他的热场花销 有几年确实如此 自为朋友过得很安稳 但是在2008年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 股票暴跌 债券也暴跌 他一下子亏光了所有的资金 他不得不关掉小餐馆 重新回去工作 生活过得非常的辛苦 这个故事要带出的关键就是 那些现在涨的投资将来在某段时间里面都很有可能会暴跌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做好资产配值 分散投资 不要把大部分的钱都放到同一只股票上面 或是同一种类的投资项目 书中的投资明星都说 当一般的个人投资者买入指数型基金或ETF 就是在做分散投资 因为投入一只指数ETF 可以让你用最低的成本分别买入数量最多 范围最广的股票 John Borger也在书中补充说到 持有美国市场的ETF其实就是在做全球化投资 因为美国大公司大多数的业务都是编布全球的 比如说麦当劳 IBM 苹果 Microsoft等等 所以当你买了一只追踪美国市场的ETF 其实它们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投资组合了 当然除了投资股票的ETF之外 书中的投资专家也建议独指 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投资到债券或者其他项目上面 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散投资 像是美国的长期国债 换个说法就是美国借的钱 风险非常的低 当然收益也相对的比投资在股票市场来的更低 但主要的目的就是保障一部分的钱 大家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买入债券 或是通过专门追踪债券的ETF来进行投资 比如说IEF或是TLT 我们假设你把60%的资金买入美国股票市场的ETF 40%的资金买入美国长期国债ETF 那基本上你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简单的资产配置了 长期来说风险会比起你只投资一只股票来的更低 也可以让你在投资的道路上变得更安心 资产配置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司 大家可以随着自己的状况做出适当的资产配置比例 我在这里列出一些书中的明星投资者的组合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并且实行到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 John Borger会把60%左右的资产投资在股票上面 大部分都是Vanguard的股票指数基金 其余40%的资金就会投资在债券上面 Mark Faber会把资产配置成四个等份 四分之一放在股票上 四分之一放在黄金上 四分之一放在现金和债券上面 然后最后的四分之一放在房地产上 而Ray Dario的资产配置建议是 40%在长期国债 30%在股票 15%在中期国债 7.5%投资在黄金 以及最后的7.5%投资在大宗商品 而巴菲特留给他妻子的投资指令也非常的简单 巴菲特要求他去世之后 他的信托资产把10%放在美国短期国债上 90%放在成本非常低的S&P指数基金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配置组合并没有很复杂 你也可以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组合 接着来到了最后一步 基金定投 我们已经介绍了资产配置的前两个关键 第一分散投资到不同的资产种类 第二分散投资到不同的市场 接着第三个关键因素就是分散到不同的时间 而这个方法就是定期定额投资 书中简称为基金定投 操作的方法很简单 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定期定额的买入基金 长期持续下去 最后一次性的卖出基金兑现 用这样的操作方式 目的可以减小你一次性大量买入或卖出 放下巨大投资错误的可能性 定期定额投资法 每次买入的时间和金额都相同 你可以每个月投入1000块买入追踪S&P500的ETF 不去计较当天的价钱或市场反应是什么 只要时间到了就投入一样的钱买入 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你因为情绪冲动 一次性在最高点买入 结果搞砸了你辛辛苦苦定制出来的 理想资产配置计划 定期定额投资有很多支持者 其中包括一些明星人物 比如John Borger 伯顿麦吉尔 他们都推崇这种简单的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最关键的一点 是能让你晚上睡得很安稳 因为你知道就算市场短期出现波动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投资是分批买入的 如果市场涨了 你前面用低价格买的就赚了 如果市场跌了 那你后面可以继续定期买入的价格就更低了 也可以拉低你的持有价格 所以无论市场是涨是跌 你都有好处的 而且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市场肯定会持续增长 不管未来经济情况怎么样 你持有的组合都会有所增长的 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试定一个长期的时间表 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 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季度一次都可以 把你的投资总额划分成每次投资相同的金额 像是每个月30号就用1000块买入ETF 时间久了 市场波动就会成为你的朋友 而最后要做的就是每个季度或半年回头查看自己的资产配值 如果你发现股票的比例在投资组合中提高了 你可以做出再平衡 你可以卖出一些股票 把资金买入债券或其他投资项目上面 把投资组合再平衡到你满意的比例 比如说继续维持在60%的股票和40%的债券上面 持续的每隔一段时间就做出这个动作 你的投资组合就会不断的跟随你期望的数目增长 并且让你更安心的持有它们 以上就是我从书中归纳的七个重点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要实现财务自由的方法并不困难 关键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在过程中保持耐心 就像Tony Robbins在书中的结尾所说的 知道不是力量 执行才是力量 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就行了 长期坚持下去 不知不觉中你就会达成你的目标 最后在影片结束之前 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我个人正在使用的投资平台eToro 选择eToro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易懂的界面 操作上非常的简单 透过这个平台 你可以买入市场上大部分的ETF 像是影片中提到的SPY和VOO 你都可以在eToro的平台上找到 除此之外 他们也提供了许多其他投资选项 像是美国上市的股票 比如说苹果公司 Google Facebook Disney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公司 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投资 而且你只需要用50美元就可以开始投资了 但如果是新手并且认同这本书的论点的话 ETF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也在这里做出声明 影片的内容只是提供于教学的目的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所有的交易都是存在风险的 请大家一定要谨慎的投资 我们在竹林摄影棚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这一组 是大概是8平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2到3平左右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乌滑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好